作为一个资深的猫炉 我们家真的是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猫砂盆跟猫砂 最开始养猫的时候 当然就是用的最传统的一个盆 加上那种盆润土的猫砂 用过结块的也用过不结块的 说一下鸽子的问题 它们共同问题就是带出 会把砂砂带的满家都是 沙发上电视柜上 如果让猫上床的话 甚至床上到处你可以想象到的地方 都可以发现零散的猫砂颗粒 这个非常让我头疼 另外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很重 不管是买猫砂还是丢猫砂都非常的重 属于网购都不好意思让由底而送货的那种 结块的那种Clay Catalyst的话 它的问题是粘在盆底 特别像我们家猫尿尿特别多 它会怼着一个角落尿 等你去铲的时候 整个角落就跟水泥一样很硬 然后粘在盆底盆壁上 真的是戳都戳不动 有些时候戳太猛了又戳散掉了 或者是戳不干净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们如果怼着一个角落尿 那坨的砂表面它都会湿掉 最后猫如果去踩在那种湿的砂上面 因为它是结块的 它就会在猫的爪子上面 糊一层就跟水泥一样的东西 摸上去硬硬的脏脏的 我觉得那个东西 不管是对猫爪子的皮肤也好 还是猫舔到肚子里也好 都应该危害性非常大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用过结块的盆润土猫杀 很快就弃用了 试了几个牌子都是一样的问题 后来用的不结块的盆润土猫杀 那问题就是你那个很浪费 就几天就得整盆一起倒 如果不整盆倒 残也没法残 因为它不是结块的嘛 所以就会很臭 关键是整盆一起倒了过后 盆子还很脏 因为它虽然不结块 但还是有一定的黏着性 会粘在盆子底盆子壁上 还得用水冲 就比较麻烦 就想象一下 你每个星期都得扛很重的猫杀回家 也得丢很重的猫杀出去 工作量比较大 还得冲猫杀盆 所以这个方法也弃用 后来用过好几年的Tidy Catabraise 是一个双层的猫杀盆 上边放松木猫杀Pilot 然后它被尿尿尿尿试过后 就会成粉粉 掉到下边那层 然后就把下面那层倒掉就可以了 这个的最大问题 就是它那猫杀化成粉末过后 并不能自己掉下去 得人工炒 就跟炒菜一样的混淆 要搅搅搅很多次 然后那粉粉才掉下去 不然粉粉就一直堆在上面 所以炒猫杀也是个问题 而且下面那个盘子 用断时间过后就非常脏 还是得用水冲 得刷得洗 再加上那个猫杀盆 它结构很复杂 它有好几层 好几个零件套到一起 导致用断时间过后 各种缝隙里面 特别特别脏 很恶心 拆开的时候好恶心 关键是还那么复杂的结构 如果没有一个院子 有高压水枪冲的话 你在室内洗 根本就没办法洗 那么脏的 不可能丢到浴缸里洗 但是不在浴缸里洗 那么大的 也不太好洗 当然这个 Teddy Cat Breeze 这个猫杀盆 它配得有自己的猫杀 跟尿电 就上边是一种 小石头颗粒一样的东西 尿尿尿上去 它不会吸 也不会化粉 就直接尿尿就漏下去了 漏到下边就是 尿电 就普通的狗尿电 吸了水 把尿电丢了 这个我只用过赠品 它刚刚买的时候 它会附赠一包还是两包 猫杀跟几个猫杀的电 尿电 主要原因 我觉得太贵了 上面那个猫杀颗粒 就跟小石头一样 那个东西 它用的特别快 因为虽然它不会 被尿尿消耗 但是你惨爸爸的时候 它会被爸爸给带走 所以上边的那个石头颗粒 其实消耗特别快 那个也特别贵 下边的尿电的话 我觉得最大问题 是换的时候很恶心 毕竟换的时候 你还是得用手 网上说的什么一个星期一换 还是多久一换 根本不可能 它给的那个时间 说明书给的那个时间 你对半砍 那过后都还会臭 我们家用那个尿电 基本上两天 三天最多最多 就得换 不然的话就全身尿 臭得不得了 继这个tidy cat breeze过后 还用过普通猫杀盆 配松木猫杀 就是没有分层的 因为我们家的猫 它尿尿 喜欢怼着一个角落尿 尿完过后也不会刨沙 所以说 用松木猫杀的话 它并不会把那种 已化成粉粉的猫杀 和新的颗粒猫杀 混在一起 铲的时候 就怼着那角落上面 已经全部化成粉粉的猫杀 铲 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用的实在是太快了 而且铲的频率也很高 基本上两三天 半盆猫杀就得铲来丢掉 主要我还是不喜欢铲猫杀 现在已经养猫 第八个年头了 从去年开始 我用的是这种 垃圾袋套在猫杀盆上 然后里面装松木猫杀的办法 到目前为止很喜欢 像这么大的猫杀盆一般 三十加轮 四十加轮的垃圾袋 套上去就非常完美 就很松 也不会紧绷 这个的最好一点 就是你不用铲猫杀 就每天把把把给铲来丢了就行 妙妙就完全不用管 基本就目测 看着它大弹盆都已经化成粉了 就整袋提起来一起丢 好简单了 去干净 之前试过用盆润图 Cataditor 用套垃圾袋的办法 问题就是因为它盆润图很重 整袋一起丢的时候 提就提不动 外加上盆润图带出的问题 所以就放弃了 现在就一直用的是松木猫杀加垃圾袋 还不错 当然消耗比较快 这个是事实 就几天 一个星期吧 就得丢整整一盆 我觉得对猫杀的喜好看个人吧 有些人比较在乎用的快不快 有些人比较在乎 惨得干不干净 或猫喜不喜欢 各种各样的 我们家最在乎的就是 我是不需要每天惨 套垃圾袋的办法是目前发现的 不用每天惨的办法 当然了 猫杀机器 那种带电的 当然就不用每天惨 不过那个也太贵了 要500刀买不起 不过套垃圾袋的这个办法 我推荐给别的几个朋友 试过 他们家的问题是 猫会刨垃圾袋 就拉完爸爸尿尿过后 会死进去抓袋子 想买杀 袋子很快就被抓破了 我们家猫的优点就是 他们两只老大 拉完就走 根本就不看一眼 跑也不会跑 老二 拉了过后 他会狂抓周围的墙壁 根本就不会去刨杀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跟在擦手一样 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位墙壁 然后垫上纸板 免着他把墙壁给刨坏了 垃圾袋用很长时间 都会完好无损 套垃圾袋的盆 就最好是这种分层的 就有一个圈 可以套上去 把垃圾袋给压住的这种 不然的话 如果只是个普通的盆 可能还是会被猫给搞来 那个塑料袋就乱掉了 就被塞到沙子里边了 或者怎么着 你想整袋提起来的时候 就会露得到处都是 就比较反 市面上还有其他 很多种类的猫砂盆 很多我们也没有用过 不过做过很深的攻略 感觉不适合我们家 比如有一款 叫奥米加的滚筒猫砂盆 也用的是结块的KL 要铲猫砂的时候 就拿着猫砂盆一滚 它的过滤的那个网 就把结块的团给过滤起来 把小抽屉打开 团就可以直接拿出来 但是据说滚起来也特别重 而且你得有空间滚 我们家放猫砂盆那个角落 肯定是滚不开的 再加上我们家老二 有些时候会拉吸 如果是吸把把 你想想 糊在那个过滤的网上 我还得洗网 想想都头疼算了 还有一款叫PedSafe 算是个自动猫砂盆吧 用的是水晶砂 会有一个自动的钢刷 过滤所有的砂子 就可以把把把给过滤掉 尿尿的话 就每个星期 把那整盒水晶砂丢掉 这个系统的最大问题是贵 那盒水晶砂非常贵 我觉得没有必要 再加上如果遇到拉吸的小朋友 你那个过滤的钢刷 就会非常恶心 其实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是它那个盆很小 买猫砂盆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一下盆的大小 像我们家两只猫 个头都非常大 14磅 不是大胖子的14磅 体型还OK 老二14磅 老大好像16磅吧 如果猫砂盆小了 它们很容易就尿到外边 之前用那个Tidy Cat Breeze的时候 其实那个猫砂盆就有点小 老二就经常尿到外边 我们家还试过一个牌子 叫Yesterday News 是纸的猫砂 跟松木砂很像 它的区别就是吸了尿尿过后 不会化成粉 但是对于我家这种 就是一起用 一起丢的这种方法 其实它化不化粉 无所谓 不化粉还好一点 免得把粉粉带的到处都是 Yesterday News 也是我们家比较喜欢的一种猫砂 经常买 它比松木砂要贵 而且它是黑颜色的 会导致拉了爸爸过后 根本看不清楚 哪头是爸爸 哪头是猫砂 不好惨 松木砂是黄颜色的 所以惨爸爸就一目了然 比较方便一点 总的来说 选购猫砂棚跟猫砂 还是要根据自家组子 便便亮亮的习惯来 大多数养猫的朋友 他们还是偏向于用 蓬润土 Claylator 结块的那种 可能每个人 对砂的带出问题 看法不一样 别人觉得放个猫砂垫 或者放几个猫砂垫 就可以过滤掉 爪子上带出的砂 可我家试过 放了一个巨大的猫砂垫 都没有办法过滤掉 还是可以在家里 各个地方发现猫砂 也有可能有些人觉得 别的地方 有一两颗猫砂无所谓 有些人又比较洁癖一点 不想在家里 其他地方看到猫砂 这个真的得看 个人喜好 以及猫的喜好 有些猫是没办法用 松木猫砂的 大颗粒猫砂 他们就只喜欢 蓬润土这种细砂砂 如果猫拒绝用 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家猫还好 不挑 最开始的时候 似乎不太喜欢松木 可是用了段时间 他们好像也无所谓 知道国内 还有豆腐砂 也挺好的 不过美国好像 不是很好买吧 反正我没见过 松木猫砂 我一般是在chooey上 买40磅一袋 一次买三袋 真是辛苦 游地人叔叔了 三袋的话 用多久呢 大概三四个月 具体我没有算过 反正还是可以用挺久的 这个跟你自家猫尿尿的 多少有关